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VOA卫视 在1月1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郑玉文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在明天正式宣誓就任 不过在华盛顿等候川普的不仅仅是就职典礼 还包括了许多针对他的抗议活动 川普能不能弥合社会对他的严重分歧 他的就职演说是否能带来振奋人心 促进团结的效果呢 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 我们将有深入探讨 另外日本自卫队将举行一场假设台海爆发冲突的应对演习 为什么呢 这是否显示日本对两岸进一步紧张的担忧呢 在川普上台之后 美中台关系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今晚我们将有来自东京和台北的最新反应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他最后一次白宫记者会上 对美国民众表示要对国家的未来抱有信心 白宫记者们的提问包括到了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减刑的议题 他说综合所有的情况为曼宁减刑是恰当的 最后呢 他还回答了如何向两个女儿来解释美国大选的结果 奥巴马总统说两个女儿对于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击败他支持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感到失望 不过表现得很坚强爱国而不是愤世嫉俗 奥巴马总统还承认他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冷静和随和 与他在私底下的形象并不一样 私下他也会骂人也会像其他人一样会愤怒和沮丧 在意大利中部阿布鲁佐的山区星期三 发生了一起因为地震引发的雪崩 导致了当地一家三层楼高的酒店被大雪掩埋 目前已知至少有30人失踪 那个地区在最近几天的降雪量多达5米 救援人员连夜奋战开通被大雪覆盖的道路 直到星期四的清晨才抵达酒店 这个地区在去年8月份也曾经发生过地震 当时造成了数百人丧生 越南民众星期四在河内举行一场抗议示威 以纪念黄沙海战 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之战 43周年 那么抗议期间警察跟活动人士发生了扭打 现场的记者遭到了驱散 我们来看看美国基因VOA卫视的报道 大约100名越南民众在河内市中心参加了这次在河内环剑湖附近举行的纪念活动 活动人士罕见地高呼打倒侵略者 他们的标语上写着制止宿敌的口号 活动人士要求越南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1974年得到美国支持的南越军队从黄沙群岛撤离 不久南越和中国在那片海域发生海战 70多名南越军人丧生 中国也有伤亡 帕拉塞尔群岛最终被中国占领 纪念活动开始不久 就受到便衣警察的阻挠 他们抢走标语 将至少10名活动人士拖入附近一辆大客车内 现场的记者也被要求关掉摄像机立即离开 40多年的岛屿主权之争 在今天仍然是声索国关系紧张的因素 河内和北京经常在南中国海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上 言辞相向 不过越南政府也会经常驱散反中抗议活动 避免激怒中国 46岁的活动人士范文追说 我认为首先越南需要对中国态度强硬 其次越南应该民主化 才能动员起人民 然后我们才能夺回我们的岛屿 另一位参加活动的人士阮文芳说 他非常乐于参加这样的活动 经常参加这样的纪念活动 才能让全体越南人民铭记 中国侵犯了我们的黄沙群岛 他们现在还在那里 北京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 并在那里展开造岛工程 可提供军事用途 越南政府和警方都没有对这次纪念活动表态 越南官方媒体也没有报道这次活动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日本 在日本有媒体报道说 日本的自卫队将要实施应对 假设台海爆发冲突的一场演习 到底演习的具体内容 还有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 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 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小玉 日本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演习 确实引发了一些关注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那么演习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是这样的 这是日本共同通讯社今天发出的独家消息 消息引述了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 透露说 本月下旬 日本自卫队陆海空将举行一个 以中国大陆和台湾发生军事冲突为假想的演习 这个演习是以桌面形式 不动用部队 演习构思要出动驻日美军 这次驻日美军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的 为此将由日本自卫队来进行代替运作 那么演习目的是要检验日本的安全保障相关法之一 重要影响事态法中提出的重要影响事态一旦发生时如何应对的问题 所谓的重要影响事态呢 就是指如果放任下去有可能导致日本遭到武力攻击的事态 那么这一事态限定呢 在事实上没有地理限制 也就是说日本自卫队在战场以外的地方 可以向美军提供补给等后方的援助 那么这次演习呢 令人联想到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不久前 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举行电话会谈 导致中国不满 引发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紧张的这样一种背景 不过共同通讯社的报道说 这次的演习呢 实际上是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前 就基本已经确定下来的 是 那么小玉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呢 最近在中日两国间还有一个 就是在历史的争议上 最近有一个日本阿帕酒店集团 他们因为在客房里放置了 有关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籍 结果引发很多中国的民众发起要抵制 现在包括中日两国的官方也都做出了表述 跟我们谈谈事件的最新发展 是的 这个阿帕酒店集团呢 在他的这个客房内放置了 这个集团的代表远古外志雄的著书 他的这篇短篇集当中呢 提到了南京大屠杀的问题 只称说屠杀30万人的南京大屠杀 从当时的人口记录来看呢 是不可能的 这一消息传出以后 最近这两天在中国网上的反应是极为强烈的 目前阿帕酒店集团在中国的旅游网上 不能订购他的这个客房 那么中国和日本政府呢 也就此问题做出了表述 星期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此问题表示 这再次表明日本的一部分势力不愿意正视历史 而随后星期三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就表示 不应该过分的将焦距对准那段不幸的历史 终于两国应该面向未来 那么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日本的媒体也在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 日本有一种观点认为呢 日本舆论言论自由 日本经营自由 那么在自己经营的酒店放置这类的书籍呢 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日本的旅游业却是捏了一把汗 我们知道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日本旅游业呢 也在期盼着中国的大量游客到日本来过春节 而这件事情的发展 有可能给日本的旅游业带来不良的影响 好的 我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 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谢谢你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到 明天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就要正式的宣誓就任 美国第45任总统 那么他的就职仪式将在首都华盛顿举行 预计呢将会有80到90万人来参加就职仪式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 反对川普的声浪也一直不断 根据统计仅仅在首都华盛顿 当局目前已经批准了25个游行示威的活动申请 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场可能就是隔天 1月21号星期六所要举行的女性向华盛顿进军这样的一场活动 主办方预计呢活动可能会有20万人参与 今晚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将要参与这次游行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来到节目当中 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媒体人六四学运参与者唐璐女士 欢迎您 你好 那么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电话连线来参加节目的是 人权组织中国父权的创办人张金女士 张女士您好 您觉得未来这个川普政府啊 他可能会在人权议题上会做怎么样的一个琢磨 您希望通过这次的游行抗议来传达什么样的声音呢 张女士 其实呢就是从川普啊 川普他竞选到现在为止 我们就基本上看不到他在强调或者在在人权人权的问题上 民主自由的问题上啊 有多的着目就根本几乎提都不提了 那么这个不在他的议题范围之内 而且呢根据他所有的这些对少数族裔 对妇女这些言论吧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这都揭露很多了 大家都知道很多了 你可以看到他根本对人权的问题 我们就非常的担忧了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流亡者啊 从中国这么远的地方啊 当时逃亡到美国来 那是因为要避开一个独裁政权 那个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一个以党专制 而且呢迫害人权的 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方 我们流亡到美国来是追求美国独立自由 美国的这个人权自由 那么如果美国的人权自由 民主起了变化 那我们就很后悔当初为什么到美国来 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很有机会到其他的国家 那么单单选了美国 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世界自由的灯塔 这样子 也是人权民族一个捍卫者 美国有这么一个重要的 这么重要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就当时都来了 来了不少人 那么现在就非常担心了 但美国失去了这个光环的时候 这些因素消失的时候 或者是逐渐逐渐消失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怎么样想呢 今天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美国人的 美国美籍华人 那么我们关心的就是眼前的利益 就是这个国家的前景 那么这是不单是中国的 那是更有关心美国的 因为我们的孩子都生活在这里 那张女士您怎么看 我们知道现在在实际上 您刚刚提到在美国的华人圈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不仅仅是美国社会有很大的分歧 在美国的华人圈里面 也有很大的分歧 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的华人 是所谓的力挺川普 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您刚刚也提到了 川普对少数族裔不够关注 所以您认为未来川普政府 对于亚裔选民的利益 他会有多大的这个关注力度呢 根据川普这么多年来 从以前他谈到六四对中国大屠杀 六四大屠杀 一直到现在以来 我不认为他会对中国的 或者是亚裔的人权民族自由的 这个方面有什么捍卫 或者是有什么坚持 有什么底线 我不认为这样子 那么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认为他们要挺川普 我有跟他们谈过 有一些觉得可能川普会对中国强硬 那么我觉得那是一种幻想 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 到底那个川普和希拉里的这个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有什么分别 在对中国的问题上 特别是在经济的问题上 贸易的方面 他们有什么分别 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说中国政府一把钱杀过来 一把钱就堵住川普的嘴 就让他shut up 他就shut up 只要有钱就行了 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他更不会跟中国斗的 那么希拉里不是 如果希拉里当选的话 他可能拿了 左手拿了钱穿在兜里面 然后他还是说no 还是说不 那么所以这就是完全就不同的 这个底线是不同的 好的 所以对川普我是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有信心了 那么唐禄女士我想请教你 因为你在美国也多年了 看到美国的这个民主体制的发展 很多人说 其实民主体制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纠错的功能 你如果做得不好 选民隔几年用选票 把你给选下去了 所以有很多人说 如果真的不喜欢川普 为何不能等到四年之后 用选票把它选下来 而要在这个时候 利用抗议的声音 来表达你们的不满 你对这样的这种质疑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么你认为这个 这次反川普的抗议 是不是对美国民主选举的 一个伤害呢 我们对川普的抗议 其实不完全是对川普的抗议 就像我刚才说的 是守护我们美国的价值 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和人权 关键是川普 他这次选举 很多丑闻 有很多假新闻 他的一些手法很像我 想起文革的批斗会 他的那竞选的那种场面 他煽动仇恨 煽动他的那个支持者 动不动就叫 要把那个西拉里关起来 lock her up 要把他杀掉 这种语言完全是 中共极权的文革的语言 很多美国的评论家 都在担心 这次没准是我们最后一次民主选举了 因为他上台以后 还没有就任 就已经在抨击媒体 骂CNN这些大媒体 是假新闻 拒绝 答那个记者的提问 那种呵斥的那种行为 非常像中共的贪官 而且他跟 他的那个女婿 已经跟那个安邦集团的 那个总组 董事长 吴小晖 已经都在谈生意了 所以这种明目张胆 而且比中共还明目张胆 这种贪污的这种迹象 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想请张金女士跟我们谈谈 这个在抗议过后 当然川普也要上任 继续做他的这个四年的任期 也要着眼于未来 如果说希望新的川普政府 能够未来在中国方面 对中国的一些政策 特别是人权问题 做出一些努力的话 张金女士您能不能谈谈 未来您会继续采取 什么样的一个作为 来敦促或者监督 川普政府对于中国人权事业的 一个关注呢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 关注人权的活动者吧 那么我们其实能做到的事情呢 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很小 可是如果我们大家 拟在一起的话 尽量的 如果当川普再发出来 对女性不礼貌 不尊重的那些言论 当他再一次的 就是散动那些仇恨的 那种言论在出现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继续的 要么受害者继续控告他 要么我们还是不停的示威游行 我们只有用这种方式 来发出我们的声音 引起更多的人注意 而且把这些我们的诉求 不光于大众的视线里面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防止很多很多的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了 好的 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 只能进行到这里了 再一次感谢 唐璐女士 还有张金女士 抽空接受美国基因的访问 感谢二位 那么在川普时代的 美中台关系 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转变 这可以说是台湾方面 极度关注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去年底 川普打破了 美国30年外交的惯例 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 不久前 她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也再次表示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可以谈判 而川普的外交政策顾问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博尔顿也说 美国可以加强 与台湾的合作 来抗衡中国 到底川普上台之后 美台关系会朝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 而台湾在美中台三边里 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下面继续为您连线 美国基因驻台北特约记者 詹宁斯 来了解台湾方面的一些反应 詹宁斯你好 是 詹宁斯我知道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谈过了很多次 但是呢 眼见川普即将要上台了 很多人又再次提到 到底台湾在未来的美中台关系里面 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就你的观察台湾的政府和民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其实台湾的政府 我们据那个 据我所了解 他们非常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小心 他们虽然希望 能够跟美国加强关系 那个希望能够更密切 可是呢 蔡英文总统他也会怕 那个 太快的话 那那个中共的反应 会过度激烈 可是呢 有一些立委 立法委员跟台湾的民众 尤其是在年轻人啊 或者是东南部的人 非常非常的渴望 能够看到美国跟台湾 不管中国的反应怎么样 还是 对台关系 能够这个快速的发展 是 詹宁斯 我们继续也知道 台湾的这一次呢 也有派了代表团 来出席川普的总统就职仪式 那么帅团的就是台湾 前行政院长尤其坤 而北京方面也提出了要求 要美国来阻止这个代表团 参加就职仪式 那么就你了解 尤其坤本人有没有要与川普本人 或者他的团队来见面的计划 他们的这个代表团在美国这次的活动计划是什么呢 好像是据我所知 按照这边的媒体报道 这个他尤其坤 因为他是一个以前的这个行政院的业长 然后呢 他好像没有计划去跟川普的代表 川普的这个 team 见见面 可是他好像会是他就是要去找学者 还有可能那个美国另外一些那个政治的人 他没有特别提到会跟谁见面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会刻意去找创 或者他的那个身下的人 因为他那个这样的话 中共一定会很他的那个反抗 那个抗议会会长得更 这个更严重 所以也就是就你的了解 这个尤其坤以及代表团在这里的行程 可能会相当的低调和保守 我们非常感谢记者詹宁斯在台北 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我们看到除了国际间关注川普新政的政策走向 其实许多的美国民众还有学者也在观察 经历了一场争议不断的大选 川普到底要怎么样来弥合社会的分歧 促进团结和努力 我们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 美国之间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 为您报道重大新闻 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 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 欢迎在中国时间1月20号星期五早上六点钟 准时收看美国观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你把真相吃起来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其中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插枪组合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不认为 如果他做这个文化 那是我的工作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而非其他人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再过不到30小时 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 即将宣誓就职 美国总统的就职一事 被认为是权力和平转移的一个典范 也是美国民主顺利运行的象征 人们往往会在这个时刻 搁置选举的分歧 来展现团结一致 不过随着川普就职日的临近 抵制和抗议活动却越来越多 最新的民调还显示 川普支持率只有40% 成为了数十年来 支持率最低的一位美国准总统 川普要如何化解美国社会 对他的严重歧见 而他的就职演说 能否带来振奋人心 促进团结的效果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 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 来就此进行探讨 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 是美国华人政治学者 实证评论员汤本先生 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 那么第二位呢 通过skype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传播系的副教授 钟布 钟教授 欢迎您 谢谢你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 美国基因的免费热线电话 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我们的号码是 400-120-0551 您也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那么我想刚刚如果 二位有收看我们刚刚节目的进行的时候 我们也介绍了 在这个星期六 就职日的隔天呢 在华盛顿 其实有很多大规模的游行 要准备进行了 那么很多人说 其实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 是一个促进团结的 一个重要的场合 那么我想先请 钟布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 很多人现在都很关注 到底川普在星期五 在明天的就职演说里 他会说些什么 他有没有可能针对 社会上对他的这些反对声音 来做出一些表态呢 钟教授您先简单谈一谈 谢谢宇文 特朗普这个上台以后 我觉得他会跟其他的总统 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从他的这个竞选轨迹 也已经看出这样的一个趋势来 那么马上要进行的 这个就职演说呢 我想他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能够团结 对他抱这么大分歧的一些民众的一些组织 我们知道现在申请要在华盛顿游行示威的几乎是100个 昨天的报道是99个 那么这么多分歧的这个民众对他的执政是非常的不利 那么他想达到的这个效果呢 肯定是要团结所有的民众 是 那我继续就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汤本先生 过去几年来您也非常关注的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他的政治的参与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所以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川普在明天的这个就职典礼上 他的这篇就职演说到底具有多大的挑战性 刚刚我们提到了要促进团结 可能对其他的当选总统来说不是那么的困难 但是对川普来说是极具挑战性的一件事 是的 讲得非常好 所谓挑战性的我们知道现在看到川普的民调 尤其是他这整个transaction 就这是政权转移过程中的transaction 他和奥巴马共同的互动 在整个过程中奥巴马的民调是71% 就在这个白宫权力交替的进程中 而他只有41% 可见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是社会上政界还是白宫内部敲作 川普的名望或者说政治中的声望都低于奥巴马 但是你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因为这毕竟是美国第一个企业家出身的政治家 它是一个象征 象征在美国传统理论中一个叫citizenship 从citizenship转化为entrepreneurship 也就是说从公民风范转化为企业家风范 从公民的创造力转化为企业家的创造力 而现在他又从企业家的创造力和风范转化为statesmanship 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风范和政治家的创造力 这是美国历史上开天批地的前所未有的 所以这对人类社会史人类政治史发展来说 川普是一个里程碑 是一个展开一个新的时代 当然很多人不太了解他 很多人反对他抗议他 这也证明了美国的民主的声音 自由的理念在美国民意反应中的一种彻底性 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讲 我觉得明天他会强调的是 美国必须再次强大 我们共同来一起为美国再次强大 当然美国的媒体总是不看好川普 我们也很客观的来讲 你可以看时代周刊之前有两次 反映他的封面照片 是川普melt down 预测他会失败 没想到川普成功了 很多人说川普就是黑天鹅 我觉得川普不是黑天鹅 他是一个美国一大变革的风潮 呼唤出来的政治领悟 这个大变革最早是1961年 艾森豪国总统的final speech 最后的演讲 那么我们以后再可以展开 我们稍后可以继续再来谈 我觉得明天他会号召美国民众 消弭就是减少分裂 共同来打造一个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新时代 这是明天他的重点 所以您觉得他一定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重点 那我继续想请教中部钟教授 钟教授您是研究传播的 所以您可能也了解美国民众想听的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一个演说 才能真正的触动到美国民众的心 您觉得明天川普的就职演说里面 他能够改变这些反对者的心意吗 我们首先来看过去的几届的总统的 这个演讲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民众的这个哭声 民众给谁投票 给那些呼吁改变的人投票 从奥巴马时代就是change 就是这个变革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川普 他也说要把美国变得更加的伟大 那么从明天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还是觉得川普会遇到一个上坡路 也就是说怎么样的赢得这些人对他的一些看法 尤其是他现在这些团队的过渡时期的表现 和他自己个人本身来讲是既没有从政经验 也没有一种敬畏之心 他在整个过程当中是一二再二三的拒绝招待记者发布会 原来准备说12月 结果后来退到了1月11号 我们要知道在相同期间的这个过渡时期 奥巴马开了18次记者招待会 而小布什也已经开了11次 是 钟教授我们也要看到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 大家都提到了 到底川普在就职演说里会怎么说 会说些什么 我们看到川普在媒体当中呢 也不断提到了 他对两位美国的前总统的就职演说 特别感兴趣 一位呢是1961年就职的肯尼迪总统 另外一位是1981年 85年就职的这个里根总统 那我们下面我们就先带我们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来听听 这两位前总统 他们在就职演说当中 最著名的一些片段 到底说了什么 是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 刚刚听到了我们刻意的选用 他们的原因来呈现 希望能够让观众来感受到 当时的这个情况 不过实际上这两位总统的发言 或许很多人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肯尼迪总统说的是 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要问你能为国家来做些什么 而里根总统也提到说 面对我们当前的危机呢 我们认为这个政府 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的 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本身 所以我想就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汤本先生 您觉得川普不断地提到 这两位前总统的这些竞选的 这个就职演说的内容 是不是代表着 他可能从中截取一些灵感 来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川普他呼应了人民 需要变革的这样的一个呼声 而且这个变革呢 并不是说要靠内部的力量 他在他的就是 盖蒂斯堡演讲中 而且他很聪明的 模仿林肯 因为林肯和华盛顿是美国历史上 开国总统 又是最优秀 最影响美国的两位总统 他模仿他的概念 模仿他的形象 模仿他的演讲地点的目的 就让美国民众知道 我是一个outsider 我是一个局外人 参与来解决美国正在崩塌的体系的问题 因此要纠正美国体系中的问题 就像里根总统所讲到的 要解决政府发生的问题 政府本身有问题 那么要改革美国政治的弊病 金钱政治和政府腐败 等等这些问题 他在整个格迪斯堡的演讲中 强调对政府的改革 限制所有的这个政客的任期 限制政客退休以后 不许做任何的这个lobbyist 做任何的游说者 做任何的这样的公关来赚钱 那么这样就使得这个政府 更加能代表人民的意图来改变自己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里根的演讲 因为里根有他的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主义 里根经济主义是两点 政府和公民收入减税 然后呢遏制腐利 然后呢控制货币 然后促进经济发展 使得不管高中低 甚至底层最贫穷的老百姓 都能有所改善 这里根主义 而这个里根主义呢 正是这个未来川普所要采取的经济政策 那么这些东西呢 可以看出世界大潮正在进行 所谓的供应策为主的这样的经济模式 中国大陆也在走供应策的方向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 不一而同的走在一个经济改革 政府体制改革的这样大路途上 所以我们从某种角度来看 习近平也好或者川普也好 他们应该有共同的语言 那么从这个改革的呼应和呼声来说 民众希望他变革 民众不希望再看到 华盛顿的政府的政客 出现许多腐败的现象 出现许多不为人民做事的现象 所以川普作为一个outsider 带着一种造反的新神态 来改变美国的政治体制的变革 这是一个美国历史上 一个巨大的进步 而且他呼应了不同阶层人的需要 是 但是您刚提到 他以这个政治局外人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参选 那么当然现在呢 这个美国民众以选票 来表达了他们的意愿 他成为了美国的总统 可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抗议的声音不断 那么在他上台以后 以这种没有从政经验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么再加上反对的声浪 如此之大 他在推行他的新政上 有多少能够来落实呢 这就是改革派和建制派的差异 所谓建制派也就是说 传统的家族的政治 历史的家族政治 子子孙生的繁衍 而改革派的目的 这个改变派的目的呢 就是说反映民众的声音 来使得美国的政体 更加有生气 更加有自我调整 自我调剂 自我修复的这样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 川普代表的民意 是相当强大的 当然因为时代 在转移过程中 生活在旧时代的人们 还不适应新的事物 还需要看 川普究竟如何来执政 所以川普现在的班底 整个班子 是专家治国 企业家治国 这是一个全新的 一个社会生态 全新的政治生态 全新的国家治理形态 所以我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需要给川普时间 需要给川普团队时间 是 中部教授您的看法呢 另外我们可以从明天 川普所表达的 这个就职演说的内容 来看出未来四年 他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总统吗 他是一个上人 担心的总统 这个川普上来以后的 令人最大的担心 从我们这个做教授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就是他的学习能力 是我非常担心的 这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听任何人的这个 跟他讲的这些建议 包括他身边的人 我们从他的这个竞选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已经看得出来 所有的竞选活动围绕他一个人 围绕他的那个推特账户来进行 他听不进任何一个人给他的一些指导 所以他其实在这个竞选的这个最初辩论当中 他并不占很大的优势 有很多的人会讲 他今天又失败 他今天又怎么样 那么你照到现在来看 所有的这些跟他接触过的这些记者 这些包括他的这些助手 都有一个很共同的东西 就是说他非常的耐心非常的少 那么我们想一个 长期来经营一个很大企业公司的人 这个企业的公司很多时候是围绕着这些老板来转 老板不喜欢一种言论 或者不喜欢一个人 他会经常很容易的说一句把你开除掉 那么如果他带着这样的管理风格来到白宫的时候 华盛顿是不会接拉他的 因为美国之政体是一个三权分立的一个制衡的体制 那么如果川普如果说是带着这个 从今天看他选择这些团队 我们比如说他马上选择这个教育部长 他要来带领美国最主要的教育体系世界公立学校 我们这位新提名的教育部长自己没有上过公立学校 他自己的小孩没上过公立学校 他没有一天在公立学校干过工作 而他要做的事情是要尽量的把公立学校私立化 要把这些钱拿到Charter School去 所以你看他带着这些团队实际上都有一个很共同的特质 就是你们都围着我转 而且我毫无经验 我毫无经验变成了他的一个局外人的身份 其实我不担心你作为局外人的领导 我担心的是川普和他同僚的这些学习能力 是 在汤本先生您做回复之前 我想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网路上 现在也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 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我们就来拣选几则 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 有一位署名叫Ed Zhao的这位网友 他提到中共当局在论证他的执政合法性的时候 常常会以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腾飞来作为论据 It's not good but it works 就是虽然不是很好但是有用的 那么想请问一下 同样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来在川普的身上呢 让美国人民给川普四年 我们能不能换回来一个伟大的美国呢 那么另外一位署名叫做刘梵芳的这位网友 他提到他说我觉得川普会用商人的方式来治理美国 这不单纯是因为川普是商人 而是因为他上任以前 对日对欧盟的言论完全像个商人 而不是国家的领导人 还有呢我们看到了另外这一位署名叫大平的这位网友 他则是说呢 川普一直强调各国抢了美国的工作 难道没有看到美国因为全球化获得的好处吗 那么像中国之类的国家只拿到了不到10%的一个产品利益 知识产权是大头 川普从以民粹的形式 以夺回表面上的工作为旗号来赢得选举 他想看看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美国是因为普世价值而伟大 不是因为民粹而伟大 我想请汤本先生来谈谈 确实像大平所说的 很多人批评这个川普 是不是再次激化了美国的这种民粹主义 那么是不是他的这场争议不断的大选 撕裂了美国的社会 您的看法 应该客观来讲美国的媒体也报道到 川普在弥合不同的政治观点和不同的经济主张的过程中 这个弥合性还是比较差 目前来说他的弥合美国大选之后的分裂 大选之后的伤痕的努力 和前几任总统来说做得不够不如人意 但是正因为他是一个商务经营出身的专家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什么叫美国的商 美国的工作是什么 The business of United States is business 美国的工作就是商务工作 也就是说用一个传统流行的话说 以经济中心为中心的一个政府工作 改善美国的经济 提升美国的经济活力 然后上不同阶层的老百姓 在他的经济改革中 在他的减税 企业家减税35%变成15% 中产阶级减税 使得美国的经济更加有活力 而且福利的某种克制 把福利的经济投身到教育系统来 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事 是一种善事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他的商务背景 看成是他的一个短处 而应该把他的商务经营的能力 看成是他的一个长项 也就是他 我分析他的五大战略艺术中 其一共就是一个 The Art of Making Money 就是他的赚钱的艺术 美国人都是把赚钱 促进经济活力 看成人生生活中 工作中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那么对于普世价值来说 很多人也很担心 未来川普政府会不会因为商业利益 而不顾及 比如说一些人权民主自由 这样的一个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在不断的缓变中增长的 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 得到平等权利的时候 他在社会的发生 和在政治的权利的获得中 也会相应的得到调整 当然每个国家的进展不一样 中国有中国的进展 美国有美国的进展 但是我认为川普的出现 他还有一个艺术是妥协的艺术 明天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在明天的就职仪式上 他的竞争对手 希拉里和希拉里的先生 克林顿总统 前总统都会出息 这是弥合竞选分裂的一个努力 而且还有共和党 民主党的一些代表人物 这表明他在努力之中 而且我们也认为就是说 他个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做法 可以说是里根经济学 里根主义的一个翻版 里根是对美国做出 卓越贡献的一个总统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 这个美国的民主党总统 包括肯尼利总统 对美国的贡献 当然肯尼利总统不幸被谋杀了 那这是另外一方面的故事 正是这样的原因 他凝聚了美国 对美国政体中的弊病 提出改革的变革的意见的 包括美国民里苏达州的州长 Jesse Vantella也成了他的忠实的盟友 而这个Vantella曾经提出过 美国如果不进行变革的话 美国会发生革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美国已经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 面临危机面临挑战的时代 而一个应运而生的领袖人物 就是川普 他能够凝聚美国不同阶层的人的意志力 我们想象一下 他的内阁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内阁 是大部分的部长是年薪只有一块钱 他也是年薪只有一元美元的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总统 他们求什么 求了改变美国 帮助美国进步 帮助美国人民 当然他也帮助自己 他希望连任 连任之后 他也想帮助自己 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第一个美国女总统 所以既有工薪 也有私人的诉求 而且私人的政治诉求 和他工薪的追求 和美国公众利益的追求 正好吻合的时候 历史就发生了变化 中部教授 我也想请教您 您的看法 我们知道在川普当选之后 很多人认为这次的大选 有了戏剧性的一个转变 但是也凸显了 就像刚刚汤本先生说的 美国民众求改革 求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您认为川普在这四年 可以带来他所承诺的这些变化吗 那么我们看到了 刚刚提到在这个抗议声中不断 那么包括了现在已经有 大约有60多位民主党人 都已经表明了 会来杯葛这样的一个就职典礼 很多人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现象 那么什么时候两党才能够跨越 像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隔阂 您认为在川普时期 是不是会遭遇更多更多 来自民主党这样的一个挑战呢 谢谢于我们刚才提到 有60多位这个国会议员 现在来拒绝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这确实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多数都会说 作为商人 那么特朗普一定是一个务实的总统 他一定会把商业的这一套 带到这个政府里面来 给我们一个清新的空气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 像特朗普这样的商人 他还有另外一面 那就是什么 翻云覆雨 唯利使徒和不择手段 从他竞选过后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最开始说 我们要在墨西哥边境造一座墙 而且这个买单 要让墨西哥人来买单 墨西哥政府来买单 今天他已经变了 对不对 他经常会 今天说个一样的事情 明天再说另外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商人呢 这个是make perfect sense 就是对一个商人来讲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 你还有很多道义上的责任 比如说他今天要想 我们要给美国人 所有的人都会有医疗保险 这实际上是一个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他不断地 在他竞选的口号当中里面去喊 到现在今天来讲的时候 他再不再提这个事情 而他所有的提名的这些幕僚 准备进入他的这个政府的 这些主要的官员 也不敢再提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也就是说 他经常在一个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其中暴露一个商人的本质 而且尤其是这种不良商人的本质 就是什么的翻语覆语 我只在哪些地方做 一个连自己的报税表 他就可以历史而动 不公开的这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选到白宫来 那么选到白宫来以后 特朗普的回答是什么 你看我就是没有公布我的报税表 美国人民一定支持我 其实他没有赢得大多数的选票 没有赢得那么多国会议员的支持 也有那么多的人要走上街头 对他进行抗议 所以他未来四年其实我觉得是个上破路 再加上他的学习能力 值得怀疑 很多的人对他非常的担忧 那么美国在未来四年的这个路程 也是让我们担忧 好的 那么汤本先生您可以做个简单的回复 然后我们稍后要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 你考虑到商业发展是美国的核心力量 是美国核心的商务 经济是美国民众和美国的朝野政客们 或者是普通民众所追求的一个大的方向 要做的一个大方向 刚才你讲的确实不错 说他确实翻云覆雨有很多变化 他在竞选的时候说 希拉里 You should be in jail 希拉里你必须进监狱 我一旦当总统的话 我会启动起诉你的那个程序 但是他当了总统以后 他不再采用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叫要弥合两党的分歧 希拉里很可能登上明天 他的就职典礼的光荣的舞台 但同时我说你所讲的翻云覆雨 这是变化 如果有云就得云来了 有雨就得下雨 那么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也是正当的 因为他的唯利是图不是为自己的利 这个美国的大公司 不属于他川普个人的 他只是一个CEO 在为美国人民管理 美国国家大公司的利益 所以他的利是人民的利 美国民众的利 美国经济的利 从这个角度来讲 唯利是图是件好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要摒弃在竞选中的 避此的对抗 要看到他的进步 他的发展本身 是代表美国的前景 是用里根的经济学 来整治美国 美国目前很多经济上的问题 以供应为导向的经济发展 这是全世界正在走的 一条经济道路 好 我们继续呢 我们在电话线上 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 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与想法 对于明天川普的就职典礼 您认为会在什么样的一个氛围下来进行 川普的就职演说 有没有可能来弥合严重的社会分歧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两方 很明显的看来 对于这个明天的就职演说 还有川普未来四年新政 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们也很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 提出您的看法与意见 我们来接听这一位 这是来自广东的梁先生 您好 请说 您好 我觉得有三点 第一个那个美国的重要的价值之一 第一个是这个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 不能因为你是少数族裔而拥有特权 第二点是自由市场 你不能因为你为了确保一些福利 把这个税收得很重 导致这些企业都没有动力 那么第三点呢 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 作为一个这个经济的这个主体来讲的话 那当然是你必须得要通过这个法制的形式 也就是说所有的法律都必须得是公开的 尽量减少潜规则 那么川普他比如说在这个国会的这个代表 他要求有这个任期的这个限制 那么这就是推翻一些潜规则的一些手段 我觉得我非常支持川普 好的 谢谢您广东的梁先生 我就想请中部教授来做一番答复 那么确实也有很多美国的民众就是看准了 川普敢于向体制来做出挑战才选择了川普 您认为在这点上 是不是可以对川普未来的四年有所预期呢 我还是对他的这个未来四年表示担忧 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挑战的 一切是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做 而且他们所有这些人呢 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的 去跟国会进行一些沟通 比如说在前边奥巴马或者是小布什期间 如果他们有幕僚说 哦 参议院在这个事情上跟我们合作不好 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折中的办法 那么作为特朗普这个人来说呢 他就会说那我们再赌一把 我们要做一些 所以他未来当中他跟国会这种冲突 不要看现在今天共和党仍然是多数 他会跟国会的冲突会非常的多 甚至跟他自己的内阁革缘可能的冲突都非常多 这会有非常不利的影响他的这个执政的效率 所以最后他真正能够通过一些什么 比如说他说他要取消奥巴马的这个医保计划 那么他要拿出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东西到现在没有拿出来 所以这个到底他未来的这个执政效率是什么样 其实是很难讲 我想我们再来引述两位这个观众朋友 然后我们请汤本先生一并来答复 我们有一位署名叫Sasa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 其实就像汤本先生刚刚说 他说美国这一届的川普政府有很多不领薪水的官员 是有个人政治报复的 他认为美国过去太过现实主义 就是跟着中共闷声发大财 同时又理想主义 幻想经济改革必然带来经济和政治改革 而事实上中共的经济在美国的宽容下发展了 自以为是自己的独裁体制合理了 因此他认为川普政府可以集中精力来消灭独裁中共 这样他认为是支持的 那么另外也有一位署名叫齐藏的网友 他想要请教的是 或许请汤本先生来答复的就是 如果将来川普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来重振美国的制造业 提高了蓝领阶层的就业 是不是能够帮助川普增加了在各个阶层 特别是精英阶层对他的认可度呢 我觉得最后一位观众朋友讲得很正确 因为经济的发展使得各阶层能得到 基本的生活待遇和发展 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同时他们也关注美国的命运 我们知道今年的选举 美国参与选举的人数超过了往年 超过了2012年 2012年我的女儿和女儿的朋友们 他们18岁拒绝参加选举 因为他们发现原来美国华尔街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声音被压制了 他们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宣言 是美国人民的声音 所以美国也在自我改革中 自我变化中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么刚才一位提到的 平等自由市场和法治下的经济 我很认同他的观点 那么川普正在走这样的道路 我们可以看出 他也提到一个潜规则的观点 很多人以为政治后面有潜规则 甚至美国的一些八卦记者 在追霍布斯克 西克斯 是不是和川普 有一些婚外情 有些斐言 事实上他们是很正当的工作关系 很正当的合作关系 而这位27岁的巴黎霍的女模特 成了白宫的高官 说明川普 就是我为天宫从夺手 不惧一格选人才 这样的一种雄心 这样一种慧眼 使得在一种美国的体制下 能够选拔最优秀的人才 来为美国改革的事业做工作 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个中国的体制 当然中国的体制和美国的体制 不一样 中国的体制有很多地方不如人意 大家都很有意见 甚至批评他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体制是允许你发声的 如果你看到贪官 你可以检举 可以揭发 您说在中国吗 对在中国 你并不是说不能发声 你要积极的主动的参与 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发出声音的人 到最后都遭到当局的报复 这个我觉得要根据各种情况 有的没有被报复 仍然在发出声音 有的确实受到了报复 我们希望中国的各级领导人 应该有所改善这种情况 让人民的声音 得到真正的反应和体现 那么我们可以说 川普正在走一个 把白宫和人民连接在一起的道路 把美国政治和美国的经济发展 美国的全球战略 结合在一起 到里根的经济主义 也代表了里根美国第一的这种思想 所以他本身并没有放弃 在世界各个领域里 各个地区 继续施展美国正面的影响力 当然要让美国错误的发动的一些战争 进行调整 因为他说美国不能够在几个战场 展开美国的战争 对美国的财政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相信川普在一段时间的 执政后的摩擦调整之后 他会更加深刻的意识到 全世界各国都应该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 除了极端 伊斯兰极端分子应该成为美国的敌人以外 美国人民应该是全世界人民的朋友 这一点我相信川普有这样的胸怀 中部教授 我想我们最后也就剩下两分钟左右时间了 就交给您 但是在您做答复之前 我也想再引用我们一位网友 刚刚进来的这位网友反映 这位署名叫郝志欣的网友 他说美国的的确确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但是他说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 在这个时候就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仍然看好美国的未来 看好这位新总统川普 那么刚刚就在我采访的当中 我也询问了我们刚刚其他的节目嘉宾 就是那么我们看到了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抗议声中就职的川普 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民主体制的优点就在于 选票可以代表人民说话 所以这四年或许是对川普的一个考验 但是四年之后 又是美国人民可以用选票来表达他们的心态 难道不是这样吗 您的看法 这位网友说得非常的好 我希望我们就算是对这个川普的各种的言行 和他的团队的有这么多的担忧 我们应该有一个乐观的态度 一个乐观的心情来看待美国的政体 因为从200多年以前 美国的先贤创始者们 创立这么一个制度以来 这个民主它一直是运行的比较良好 那么今天民主制度遇到这样那样的挑战 甚至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倒行逆施 这个也是正常 在这个200多年以来走到今天 那么没有挑战反而是不正常 那今天显然川普代表了这么一个不正常的这个声音 这样的一个人 美国人最后把他选进去 我想来讲给美国人的教训也是非常大 尤其是民主党的这些人应该好好地反思 自己为什么脱离了这个整个的社会 那么我跟周围的普通的这些美国人交往接触 比如说昨天我去看自己的医生 这位眼科医生就曾经跟我说他非常的担忧 他已经快70岁的人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不靠谱的这个总统 那么我们仍然对这个制度要有信心 就像奥巴马在他的这个告别演说里面所提到的一样 因为这个制度保证了这样的一个民主过程 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独裁者 或者任何一个就是假公祭司 唯利是图 然后靠裙带关系 靠这个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经济关系来上阵的人 所以我们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部分 只能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一次感谢汤本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还有中部教授通过skype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 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 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明天晚上焦点对话节目 我们将为您继续来探讨川普新政 美国会不会出现政策的急转弯 以及如何来解读习近平的达沃斯演说 那么当然了对于明天的就职典礼 我们也将为您采取现场直播的方式 欢迎您持续锁定BLV卫视节目 我是郑玉文 祝您晚安 再会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主持人 谢谢 文字幕志愿者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